大家好,我是顾爱秀山 这个视频呢,咱们终于点评神州信息 中科曙光,银石胜,汇纳科技 财论技术分析,仅供参考,不准的没遇 首先我们来看神州信息 那么这一支个谷的话呢,咱们先用大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大的视角来去观察的话呢 其实这一支个谷是可以作为中长反复跟踪的一个标的 为什么呢?第一,先看它的基本面 这个基本面的话呢,在业绩呢,是稳定 虽然说不是十分之亮眼 但是它的位置来讲,它当前呈现的是一种底部区域 这个底部区域怎么去看呢? 从六四二块二毛七以来的下跌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划分 首先的话呢,这是一个日线的中枢 日线的盘整下,盘整背驰 好,这是一个视角 然后呢,从阶段性的历史性低点以来 那么它的推演呢,分两种 这两种的话呢,不管哪一种 它其实都是更靠近较大级别的底部区域的 一种是什么呢? 把这个位置作为日线级别中枢延伸 九段可以升级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话呢,不破前面这个低点 也不破前面这个中枢的下沿 它是可以走一个周线的向上离开段的 如果说走出周线的离开段 那么它是需要内部有一个带有日线中枢的结构 然后再走出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种推演的可能性 好,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就是把这个位置呢,作为一个长周期的底部平台 当做日线中枢延伸,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 来去观察 这个呢,考验的几点呢 第一,当前它能不能持续往上打出离开段 第二的话呢,给不给次级别的三类买点 就是属于日线的二类买点 或者是日线的周线的次三买 好,这是一个考察几点 另外一种推演方式呢,是用同级别划分 这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下跌 这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上涨 当前呢,因为它的走出上还没走出来 但是后面防范的是,如果说这个位置没有上去 而是继续往下 那么呢,它对应的 好,这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下 那么对应的即便就是周线的先段下 周线的先段上,周线的先段下 那么对应的话呢,它因为这个位置跌的比较深 从60之间呢,干到10块钱的位置 反弹过之后,这位置即便给低点 低点破也不破 那么这个位置和前面它呢 它们两段之间大概率是必有背词 那么这样的一个背词关系呢 它就会上演周线下的盘整背词 结合咱们前面讲到的一个产能课程 盘整背词于历史因底部 当然这个时间周期已经它的一个结构 看了级别比较高 然后我们看当下怎么去应对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我们再看小级别 小级别的话呢,从10块8毛4以来 这个位置的话呢,它是一个日线的先段上 日线一笔下 其实呢,如果说看细节的话呢 这个位置它是一个30分钟中输 这个30分钟输呢,可以用5分钟输不断延伸 升级为30分钟输的一个视觉来就跟踪了 而后的话呢,这个离开段和前面呢,并没有被迟 这个位置呢,次级别走速内心回落 不破中枢上沿 它实际上是一个30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三点买点当前的话呢,已经是连续的冲高 冲高的话呢,像今天带点上一线 而且距离前高比较临近 这个位置的话呢,虽然说刚才是用长周期的一个视角 可以去反复去跟 但是从眼下的一个视角来讲 这个位置再往上 对应的先找一下短线的卖点 短线的卖点,因为这个位置呢,急速冲高 冲高过重到前高又承压 不管突破不突破,这个位置向上不能追 而是找卖点 找卖点之后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位置有个震荡回落 那么呢,可以用DC的视角去跟 然后我们再用更小级别去观察 更小级别列度用5分钟 5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这个位置就向上找卖点回落下来 5分钟线段下和前面高点比较接不接触 如果说不接触 它对应的是 5分钟大线段上,5分钟三点买点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回落接触 那么这个可以当成一个5分钟线组件 然后再期待向上离开段 再观察这个离开段和前面有5倍迟 好,这是省略信息 一说呢,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 前面在这个位置,它是可以把5分钟线 作为一个5分钟线不断的 生长为 不断的延伸升级为30级的中枢 那么前面呢,是一个5分钟的判断下 当前呢,可以完全可以构建一个5分钟的组织地形上 只不过呢,它是以小转大的方式 因为这个位置呢,5分钟判断下下跌 回落这个位置和前面没有被迟 没有被迟的话呢,咱们在昨天 前面呢,对它的一个推演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讲到 为什么说这个位置它不是不作为一个好的买点呢 一,它可以什么呢 它完全没有走出来之前 它的推演的角度来讲 一,如果说回落不破前面低点 以13块6毛5作为一个考察级点 作为新的5分钟中组织 这是5分钟级别二连买点 如果说破了前面的低点有被迟 这是5分钟趋势下跌势被迟一买 如果说呢,这个位置对应了 来向上去 打出去 5被迟回落三买 但是这是以比较强的一种方式 这个位置呢,直接5分钟 5分钟现在上的延续 后面呢,观察 5分钟现在回落和前高的关系 不破三买 结束 那么呢,是5分钟级别的内二买的一个节点 所以说呢,对于行周信息 这一次个物的表达来讲 先用5分钟级别去跟 跟的一个节点呢 可以把它当成5分钟的 观察5分钟的2,3类买点 触发条件 然后去跟 好,如果说用更大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 又可以把它作为 后面这个节点走完 再去观察用更大级别 又完全可以组建30分钟书 然后呢,再看30分钟书 想到离开段能否形成 当然这是一个推荐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一句话总结 那么像神州信息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 表达的话呢 从均线的维度来讲 对应的 当前的话呢 只要说能够 慢慢的形成 五十三一百四呢 形成这种多头派列 用圈去跟 那么当前的话呢 前高是一个 是一个城下的节点 从向上找卖点 回落下来找卖点 结合五分钟的 轴子结构 来去跟踪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中科曙光 那么中科曙光的话 同样的 咱们用 先用大的一个视角 大的视角的话呢 咱们讲到这个位置 首先它是在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支撑线的节点上 好 这是一个 从它的位置上面来讲 那么再结合高点以来 那么它的一个 走法的话呢 是属于 从五十三块八毛四 跌到二十 四块二毛六的位置以来 当前它是 如果说从高往低 往下面去看 一个三分钟书 两个三分钟书 三个三分钟书 高低有接触 可以把它作为中处扩张 而后的话呢 从二十四块二毛六以来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日线级别中书 来去处理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 期待 走日线向上离开段的 如果说这个位置 不能打出新高 如果这个位置 比这个位置呢 日线线段上的延续 突破前面高点 这就属于 向上离开段嘛 现在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用什么视角呢 中书上找一麦 一麦观察 有没有转化为三类买点 能转化为三类买点 然后就用三类买点去跟 如果没有转化的话呢 就是中书震浪 好 这是一个大的结构 然后再看小的细节 小的细节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像中和曙光 前面呢 这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讲 这个位置实施 支线的一比上一比下 当前呢 在一比上的发展当中 稍有冲高 把前面高点给突破掉 它还是支线 线段上的延续 那么我们再用 更小级别去跟 好 更小级别去跟的话呢 其实可以把 28块8毛8的位置 作为一个I0 这个位置呢 五分钟 先端上 先端下 先端上 所以说呢 像这一支 各国的表达向上 不去追 或者说呢 甚至找短线的卖点 如果五分钟 先端下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然后的话呢 主要说整体的量能 能保持住 这个位置 当成一个五分钟 中书组件 然后再观察 一个向上离开段 是否有被迟 有被迟 找卖点 没有被迟的话呢 观察三连买点 形成了触发条件 好 这是中科曙光 如果中用 均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 咱们前面也跟踪过 在这个几年 讲到 它是个机会点 当时是用 苏联三角突破 结合了 140连均线之声 再结合单纯不破 当前的话呢 它也是下方 140连均线 作为中期的 强弱分水岭 140连均线不破 那么以低吸高抛的视角 可以去跟 但是呢 不能盲目的去追 好 那么再来看 像银石胜 因为中科曙光 这个它也是 业绩的话呢 也是稳定的 好 那么这看银石胜 银石胜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咱们在 昨天 包括前面讲的 它作为中期 六年的时候 大的平台 尝试突破 灰彩失败 再次突破 那么下方呢 可以参考13块5的位置 13块5不破 回踩 可以用小的机会点去试 而且呢 这个位置 它已经走出 日线一笔的发展当中 而且是可成立 今天呢 给出这样的优上星 优上星的话呢 而且这个优上星 距离前高 比较临近 所以说呢 明天如果说不能 带量 把15块五毛二给拖不掉 短线可以先找卖一点的 但是等它回落下来 不破 13块5 或者在13块5附近 能够指得住 优质性的 尝试性的机会点 如果用更小级别的 产品结构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这一次 个股的跟踪 节点 很简单 把 例如在 今天的日内低点 14块5毛一 作为一个观察的基点 什么情况下是要卖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持续往上 那么呢 对应的 先看它能不能保持放量 把前面的高点 15块5毛二 给突破掉 如果说能够以这种量价 起升的一个因素 是可以持股的 如果说没有突破 或是能突破一下立马 说明显的上映线 是要先找卖点的 那么什么 这是一种视角 等它走一个五分钟的 线段下跌 不破前面低点 用五分钟的级别的 二来卖点去跟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增荡 增荡过去能快速跌破 前面这个低点 而且反锁站不上来 这种情况也是要卖的 这是可以作为 一分钟级别的三来卖点 如果这个位置 卖点过去的话呢 那么 再一个下看的动作 一旦呢 内部有结构 有被迟 就那五分钟的线段下跌 日线的 五分钟线段下跌 日线的趋势 下跌 虽然被迟 然而潜力又不破 调了下来之后呢 又可以作为 现在低息的节点 好 这是用产论的视角 下的一个空中视角 当然用均线的 一个维度的话呢 那么当前 考察 下方的五军和13年均线 五军和13年均线 相连比较近 那么呢 也是13块5 附近 所以说把13块5 当成一个重要的支撑的 一个节点 或者当重要的一个 大长期的大平台的 一个上演 次数只要不破 那么呢 是可以期待一个 趋势上的一个做法 前提只要13块5 不破 或者是能够站稳 如果说用 残论结构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当成 一个30分钟中枢的 延伸 再走向上离开段 回落下来 只要不破30分钟中枢上演 它可以作为 三重级别三点买点 那么用转 用浅洁的一句话来讲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能够保持 量价提升 但是呢 也要防范 偏离五军 上上早卖点 回落早卖点 好 这是银石胜 而且呢 它是有业绩之争的 2021年的1到12月份 归宿上车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6亿到2.7亿 与上年同期增长 17%到18% 好 那么再看 辉纳科技 辉纳科技的话呢 那么这一次 个股的一个表达 首先 基本面呢 是扭亏的 然而从它的位置 再讲 当前是属于 底部区域附近 那么这一次 个股的跟踪界点的话呢 首先 大的压力 区域在什么位置呢 在30元 附近30元上方 当然了 那当前的价格呢 是20块5 20块5 20到30 可能跌扬50的 这样的一个想想空间啊 但是交易不是这样做的 交易怎么做呢 这个位置 前面的从50块5到12块9毛6 它是属于股价超低 超低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12块9毛6的位置以来 它的属于日线的线段上 日线线段上的发展当中 这个位置是一个震荡 但是低点整体还太高 那么用30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是属于30分钟的 可以把它作为 从12块9毛6以来 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中枢延伸 好 延伸的话呢 那么中枢的一个上延的位置 在18块1毛3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向上 能够突破前面高点 回落不破18块1毛3 可以把它当成 这个位置呢 18块09 回踩不破18块09 可以把它当成三分区别的 三类买点就跟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来看 它是 B23456789 生日 已经可以升级为 四线级别中 日线级别中枢的一个视角 只不过呢 中间有的地方呢 这个位置它是一笔 这个位置它是一笔 所以说呢 级别比三级级别越高 比日线级别越低 好 这是对于 昏达科技的一个跟中视角 如果结合均线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属于 均线 开始走强 就是了 均线五军十三军 即将形成金叉 而且呢 整体在140年级别上方 在140年级别上方进震荡 那么对应呢 如果说 用 震荡的一个手法来进更中的话呢 就是只要说回落 靠近下沿找机会点 靠近上沿看它能否突破 这一只股更值得观察的是 它近期的量堆呈现出来了 就说价格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但是呢 它的成交量已经是 有明显的提润 所以这类个股呢 反而是安全边际偏高一些 或者是用低吸高炮的视角 会偏稳一些 可以去跟 好 这是荒纳科技 好 以上的话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不准 没一句 其实呢 大家会发现 对于不同的个股 你从 残忍视角 例如大的结构 什么当前属于什么样的阶段 小的结构 或者小级别 先用小级别的这样的买点去跟 这个小级别呢 它影响的是仓位 以及那小级别反弹 它能否生长成为更大级别的这种上涨 或者反弹结构 这是需要重点跟踪的 好 如果说呢 来什么条件下 是属于有强转弱 这是需要防范的 好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不准没一句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记得赞识 再见